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第一个宣布告别去库存的城市 仅仅过去四天 长春市宣布取消 彭改货币化安置购房奖励 一世纪起千层浪 有人说去库存被喊停 彭改货币安置收紧 这是楼市下行的信号 要赶紧逃离三四线城市 不知不觉 去库存已经轰轰烈烈的进行了四年 楼市烟火热了四年 这期间楼市到底经历了什么 叫停去库存又会对楼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三四线城市真的会造成毁灭性打击吗 本文将分来以下三个部分 一 去库存的这次年 楼市经历了什么 二 停止去库存 对楼市意味着什么 三 为什么三四线城市不能投资 去库存的这次年 楼市经历了什么 全国库存的过程和现状 要了解去库存的历史 我们先来看看去库存是怎么启动的 2014年 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 由上年13亿平方米跌到12亿平方米 库存面积由不足5亿平方米 上升到6.2亿平方米 多个城市的计划中期 在15个月的警戒线之上 三四线的城市库存 甚至高达30个月 楼市低迷的同时 经济数据也不好看 2014年全国GDP增速有7.8% 猛跌到7.3% 足足跌了又 现城市的房产失去的不仅是刚性住房需求 房产的投资价值已降到了最低 产业难以突破 经济难以上行 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意思其实就是决定一个城市未来 但是这个城市是经济 那什么决定经济呢 是产业 产业是一个城市的根基 除了人口 油质的产业也在不断向一二线城市聚拢 截止2017年 世界500强总部 共有98家落在中国大陆 其中一线城市占据了75家 二线城市14家 而三四线城市只有9家 连总数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从上市公司数量上来看 2016年 一线城市平均拥有上市公司217家 而三四线城市平均只拥有4家上市公司 不足一线城市的2% 一二线城市能成为优质产业的之无霸不是没有原因的 大城市可以更集中资源 只建设各类基建配套 也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高端人才 产业和人口能形成良性循环 这边优质产业的增加 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收入 那头人口的聚集又会吸引更多的产业和资金 而三四线城市就刚好相反 陷入恶性循环 只能面对人口和产业 都被一二线红析的困境 三四线城市主要的产业 目前还是一些低附加值 劳动行李级 粗广化的产业 比如说加工制造业 资源利用产业等 那一二线城市呢 先说一线城市 说到金融中心和外资总部你肯定 就想到的是上海 说到科技创新你肯定第一个想到深圳 而广州是国际商贸中心 首都北京增加不用说了 政治中心 科技互联网中心 各种央企也是遍地都市 一线城市高端产业可以说是独领风骚 但二线城市的中高端产业也是丝毫不落后 并说如显示面板产业高度集中的十九个城市中 有十五个市集中在二线城市 基层电路研发的九个城市中 除了四个一线城市 全部落在二线城市 自主汽车研发企业的城市有十一个 几个是二线城市 只有产业十五强城市中 二线城市占了百分之六十 这样一对比 三四线城市的产业明显是缺乏核心竞争力的 难以支撑起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那什么产业才具有核心竞争力呢 我总结为自高产业 高附加值 高科技 高端服务 高确立密集新产业 比如说现在国家大力倡导的互联网家 云计算 大数据 金融科技 智能硬件等等 而三四线城市在这些产业领域都是缺乏竞争力的 在产业基础上已经落后一步 产业升级和人口又陷入恶性循环 三四线城市的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 经济基础都不扎实 那三四线城市的往下上涨空间肯定就并不大了 没有政策利好来刺激需求 面临着人口流失的困境 产业和经济也难以取得突破 此时此刻 三四线城市的楼市已经面临坏点 这里的房产也在逐渐失去投资的属性 如果你在三四线城市拥有投资房产 那就必须要考虑房产配自由化的问题 而如果这个时候还要去接盘上车 那就会是几股传华游戏的最后一波 等着受罚了 潮水中又退去的时候 遍不浅滩的罗佑者 如果在最后一刻再醒悟 恐怕连这修复都能来找回了 百分好 过去那么多年 都是经济不行就刺激楼市 所以在这紧要关头楼市必须硬起来 于是房地产是库存战略变应声而出 15年的330政策 拉开了刺激楼市序幕 在连续的降息 降转 还有降低首付比例 房贷利率下调的措施的刺激下 房地产开启了为期四年的牛市 先是热点一二线城市火烧原城 房价涨势如潮 随后2016年末棚改 货币化阿日的横空出世 更让热把火直接烧到了三四线城市 带动全国吃库存的全面火热 各地的市场成交数据一路飘红 从数据上看 吃库存的效果无疑是显著的 即使7月末 全国商品房贷售面积 54,428万平方米 同比跌幅14.3% 同时2015年到2017年 这三年 一直保持着商品房销售面积 超过开工面积的状态 也就是说房子卖的比键的多 库存一直在下降 到7月底 全国库存规模已经跌回到2012年3月的水平 住宅库存的下跌 意味着楼市区化周期的缩短 截至5月份 统计的100个城市中 有68个城市的区化周期 已经降低在12月的低 库存紧接近以下 平均区化周期为9.8个月 也就是说这100个城市的房子 只需要10个月就能卖完 绝大部分城市高库存的问题都已经解决 部分城市甚至还面临库存紧张的局面 汇州的区化周期 竟然只有2.6个月 从整体看 全国的去库存 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那这次打响停止楼市库存第一枪的呼和浩特又是什么情况呢 呼和浩特为何要停止去库存呼和浩特这座城市 似乎懂了语当初头鸟 四年前同样是他 打响楼市去库存的第一枪 率先取消限购政策 在去库存之前 2013年底 呼和浩特的驻扎去库周期 高达37个月 排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之首 远超12到16个月的合理去库时间 正因为如此 呼和浩特揭杆而起 推出乐购房堵线 回线安全货币化 和放宽洛湖等多个优惠政策来自基住房需求 推动去库存的进行 在政策推动下 呼和浩特去库存疯狂加速 今年一致7月 呼和浩特市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 167.1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40.4% 商品房累计销售额为121.9亿元 同比增长86.9% 呼和浩特的驱划周期已经降到10.5个月 但与此同时 呼和浩特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却尾了 上半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和房屋需工面积 分别同比下降了35.3%和12.8% 其中 住宅开发投资额和住宅施工面积 那下降幅度则分别达到了37.6%和10.3% 商品房已经恢复到正常库存 成交上涨的趋势不见刹车 而且供应也跟不上了 这不免会引起政府的担忧 而这也是呼和浩特紧急叫停去库存的原因 不管是呼和浩特还是全国范围 去库存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那一旦去库存停止 楼市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呢 停止去库存 对楼市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国家去库存去成了房价暴涨 对于一般商品来说 库存过多 商品滞销 应该是打折降价 贩卖贩送得了 但对于房子而言 过去几年去库存房价反而上涨 却符合中国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 调控政策刺激需求在中国 政策永远是调控楼市 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去库存还不是因为商品房供应过剩 大家都不想买房子吗 那国家就想办法来让你买 我们看一下去库存这几年调控政策 都给楼市下了什么猛要 首先是房贷利率下调打折 降低首付款的比例 房子给你打个折债 给你做个低首付你买不买 再就是捧改扩地坏安置 央行定现象准教息 拆信不给你分房子的直接给钱 而且银行贷款利息还这么低 你说你买房不买房 除此以外 各地出台各种人才政策 购房优惠 部分城市放开献手 降低购房门槛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诚意 可谓连底库都白了 这是这股惊感动了全国人民 购房需求被极大的刺激 大家都往售楼出跑 需求暴增 房价自然就蹭蹭蹭的上涨 二 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依赖过大 过去的20年房地产投资 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 201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接近11万亿 而GDP总量为82.7万亿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GDP总量的13.2% 如果计算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 贡献率将超过30% 再看看郑州、西安、福州、杭州等二线城市 房地产投资与GDP的占比都超过20% 郑州甚至达到了37.3% 这些都是发展较好的二线城市 对于三四线的小城市来说 更没有什么支柱产业可言了 对房地产的依赖更大 2017年 地方财政收入中 土地使用权收入占比达到0.57 同比上年增长35.7% 这也反映了地方财政对土地出乱金的依赖程度 而房价如果下跌 最直接受影响的 就是地方政府的荷包了 没有钱 就没有办法发展城市的基建 更别说什么规划谈什么增速了 所以过去几年房价的上涨 地方政府也在推波助澜 土地财政的被这个国 三 买涨不买跌的心态追涨杀跌 一直都是中国楼市的特色 对于大部分的购房者来说 买不买房看的不是现在房价高不高 而是房价是不是还在涨 如果房价下跌 刚需想再等一等 投资的想等待抄底的机会 却库存根本难以进行 08年金融危机爆发 房价一直在低 大家都舞动于衷 反而近两年房价上涨 大家的投资希望上涨 市场热度大幅增加 上半年各地出现了买房茶水费 千元摇号 全款电子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 说白了 中国人干啥事都喜欢凑热闹 过去几年正是靠着这波价格疯涨 才使得各个城市度过高库存的危机 同时抢到房的人无不经济乐道 有国家的调控政策刺激需求 同时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 依赖在推波助澜 再加上国人追涨杀爹的心态 房价暴涨变成了去库存的最终结果 大家也可以记住 在中国去库存只能而且必须等同于档架去库存 那这次呼和浩特开启了停止去库存之后 楼市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停止去库存第一枪打响 楼市会发生什么变化 同时一线 二线 三四线城市的商品驻扎 去化周期只剩下13.4个月 9.7个月 9.6个月 回到12-16个月的正常去化区间 供应不足供求平衡 供应过度 是房地产市场交际出现的市场现象 而目前楼市整体已经进入到了供应不足的阶段 去库存战略可以说是空城名就 也是时候退出舞台了 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城市 加入到停止去库存的行列 而同改户壁化安置 作为三四线城市 去库存的主要手段也会逐渐修紧 比例下调 过去是去库存 那今后就是补库存了 保证楼市供求平衡的状态 调控房价会成为主基标 这次呼和浩特叫停去库存后 喊出的口号就是要稳定房价 为什么呢 今年8月份呼和浩特商品入宅销售价格 为10722元 很多人觉得房价才过万吗 这也要调控 但是我们看看涨幅 对比系列上涨了4.11% 同比上涨了42.51% 100万一年就能增值42万 这个涨幅确实是非常的恐怖 这几年去库存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现象 就是部分城市的新房墙手无比 但是二手房却无人问津 而二手房价格也没有太多的变化 这种现象在三四线城市尤为明显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析 二手房市场才是目前楼市的真实反应 这种城市的房价即便出现了较大的上涨 也只是看起来美好 只是纸灭财富 哪里兑现 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价格来看 房价都到了不得不整顿 一下的情况了 房价涨慢了 来给你推一推 赞快乐给你 嗯嗯 胖晚乐给你拨回来 这也是国家一贯的调控方向 我们再看看今年下半年的调控手段 国家对房价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重视 从定外房主富吵 到拍板坚决恶制房价上涨 再到提出实业新邦 年金资金流入楼市 甚至提出哪个地方房价上涨 就直接拿掉当地的乌纱吗 不难看出 所有的调控都是围绕控制房价进行 稳定房价 稳定整个楼市的预期 将是未来的调控主基调 去库存已经进入尾声 而停止去库存也将向全国范围推行 补库存 稳房价 将成为楼市的新调控方向 有朋友可能会说 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明明还在涨啊 为什么非要说三四线城市就要迎来拐点呢 为什么三四线 城市不能投资 确实 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的房价还在上涨 据我们统计的四十个三四线城市中 8月份 房价上涨的城市有29个 但是也正是因为房价还在上涨 我才说这是三四线城市最后的狂欢 下面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原因 失去政策刺激 需求大幅讲的 前面我们提到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上涨 是源于一系列的政策刺激 现在楼市失去了去库存战略支持 蓬染货币或鼓励等宏观政策支持 过去的货币金融刺激也没了 反而面对的是房贷利率上浮 全面升级的五线政策 原来点燃三四线城市的火把被逐渐抽离 市场热度必然会降低 不仅投资可再抽身退场 房企的拿地开发预望也在降低 2018年前七个月 三四线城市土地流拍 达到629宗 同比去年增长了121% 翻了一倍不止 土地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晴云表 而房企更是对政策嗅觉最为敏感 未来几年 不管是土地还是政策方面 三四线城市面临的都将是冷淡的画面 在政策刺激退潮的情况下 三四线城市的购房需求将胀降 供需结构发生逆转 房价自然不可能重现过去几年的疯狂 而对一些因为是库存 棚改政策房价出现暴涨的三四线城市 房价甚至会出现下跌的现象 靠政策蒙了刺激出来的需求 短期的确能推动房价和销量上涨 但未来情况如何 还得看回人口和经济 人口持 需流出 市场失去真实支撑 我经常有提到的一个判断房价涨跌的原则 短期看政策 中期看土地 长期看人口 所以 从长远来看 支持房产长期上涨 的最核心因素就是人口 也就是这个城市的人口是流入还是流出的 2011年到2017年 三四线城市常住人口分数 一直低于0.5%左右的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 就是说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是流出的 根据对发达国家人口清洗研究 人口清洗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 不管是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都有人口迁入 但目前中国人口迁徙已经到了第二阶段 也就是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 向一二线大都市圈及周边被新城迁移 这说明三四线城市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随着人口的流失 三四线城市的房子也在被套牢 再看看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面临的情况 去库存已经提前释放 我本第一部分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 同时三四线城市的年轻人都在往外跑 接你攀的人都走光了 未来你的房子你能卖给谁 所以说 未来三四线城市住房刚性需求不足 房价上涨缺少长期支撑因素 另一方面房价没办法山涨得不到预期的收益 占用的不仅是资金还是你的投资机会 房价不涨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的今天 三四线城市的房产无疑就是在侵蚀你的财富 在人口流失的情况下 三四 三四 三